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一位台湾的朋友有一次在他的生日赶元写了一段话 我看了很有感受 他说岁月有时过得比高铁还快 咖啡还没喝完就到站了 而日子却像台铁站站都停忙上忙下 高铁就是高速铁路 咖啡还没喝完就到站了 岁月过得真的很快 可是日子呢 每天忙忙碌碌 就好像停靠站的时候就很多人上下车 忙上忙下 形容得真好呀 如果我们的生活管理的不好 每天就忙上忙下 很忙碌 感受呢 感受可能是无力无奈 无知的情况之下 岁月就过了 好 我们今天来谈谈如何做好我们自己的生活管理 就用分类的方式 我们的生活 平常的活动分为四类 一二三四 简单的来说 我们可以用两个维度来看 就是紧急和重要 有一些事情呢 比如说在第一个象限就是紧急又很重要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象限就是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象限就是紧急不重要 第四个象限就是不紧急不重要的 忙碌的生活也代表我们的生活蛮充实的 可是如果忙碌了一整天之后 或者是过了一整天之后 我们有一种感觉叫做很无力 或者是很无奈 或者是很无知 好像日子这样就过了 那这样子这个生活管理就不理想了 理想的生活管理呢 叫做有觉知性的生活 好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象限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过得不好 品质很差 是因为常常发生第一个象限 就是常常要处理一些紧急又很重要的事情 你说紧急很重要 当然要去处理 但是因为紧急很重要的话 我们经常很无力的去处理它 那种感觉是很无力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一些危机处理 比如说一些意外 比如说期限很逼近的一些项目 要马上完成 我们的生活就好像被逼着走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品质会好吗 所以这些人会过得很无力 就是这样子 生活管理就不好了 待会我们会提提如何减少第一象限的事情的发生 好 再来 有些人的生活呢 经常是很随心所欲 看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陷阱 因为它在处理不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是第四个象限 第四个象限还记得是什么吗 就是不紧急不重要 什么是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排除寂寞 或者是逃避 闪躲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正面的事情我们不去做 我们常常要去逃避 或去闪躲 甚至手机漫游 一无聊的时候就刷手机 无聊的时候就刷手机 这些是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这个是第四个象限 还有第三个象限 比如说是紧急 但是不重要 什么是紧急不重要呢 比如说干扰 手机突然间叮咚来通知了 一看跟我的目标没有关系 或者是广告 甚至是一些流行的资讯 它会流行 但是跟我们的目标没有关系 是吧 所以这些就是紧急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刚刚谈了什么东西呢 紧急重要 不紧急不重要 不紧急 紧急但是不重要的 这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 我们一定要少做 我们要多做什么呢 我们要多做这个部分呢 就是第二象限 第二象限就是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 比如说是什么呢 准备工作 事前的准备 事前的规划很重要 所以资源要去规划它 甚至能力的养成 这些都是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 还有就是健康 运动 每天运动 看起来它是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 因为在危机的时候 事情到了那个点的时候 它就发挥功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的生活品质之所以 过得不是很好 是因为经常处理第一象限的事情 就是紧急很重要 为什么紧急很重要 会一直发生呢 是因为我们第二象限没有处理好 也就是不紧急重要事情 没处理好 所以它就一直流过来 一直流过来 一直流过来 造成我们的时间 非常的紧迫 因此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 简单的来说 少做第三跟第四的事情 第三跟第四的象限 因为跟目标没有关系 它是不重要的 多做第二象限的事情 那么流向第一象限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们就越来越不会那么忙碌 那么生活管理就会越来越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也许你都听过这四个象限 一二三四 但是今天听起来 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呢 重复再说一遍 少做第三第四 多做第二 那么流到第一象限的事情 就越来越少 那么我们的生活品质 就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的管理能力 越来越不一样 今天跟你分享 如何做好生活管理 不知道是否对你有一些 启发 希望你在下方留言 与我分享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